自治症24号因为感冒并发了肺炎 由新店的更新医院转到台北马歼医院来治疗 但是现在才发现说会不会太瞎了 居然呢 转诊插管的治疗当中呢 疑似有医疗的疏失 导致他左后方一整排有四颗的活动假牙 都掉到了左胸腔 卡在上下变膜之间 那么昨天马歼医院紧急打电话给他的太太陈平 那么采取了软管内视镜的方式取出这个假牙来 历经了一个多小时才顺利的取出 那么陈平说 这个气管卡一个小范例就很难过了 更何况呢 这个肺部是有一整排的假牙 他插管没有办法表达 我们也不知道说 他是因为插管很痛苦啦 还是因为假牙在作怪 那么针对了这个医疗的疏失 他怀疑说 会不会是更新医院的人员 没有按照程序检查病人口腔有没有义务 现在要保留法律追溯权了